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大家好 我是占星师 苏菲亚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2021年1月的运势咯 在开始之前要提醒大家 别忘了帮我们按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每个月准时看到我咯 2021年1月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它始于摩羯座 终于水瓶座 是一个建构新计划的一个好时机 那么从整个星象来看 这个月的趋势变化 就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我们发现在1月13号新月之前 整个发展趋势是一个相对平顺 但是到了6日的下选月 就有一些转折跟变化了 到了1月13号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但是在起步之后 我们会遇到一些必须要突破的新障碍 到了21号的上选月 我们还会再遇到一些震荡跟拉扯 最后29号的满月期终于来到一个阶段的揭晓 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可能面临要修正或者是要拖延 为什么呢 因为30号开始又是水星逆行了 所以要建议大家在1月份要建好就收 不然就要有一个延后的心理准备了 就个别的运势来看 我会建议大家以上身星座跟太阳星座为参考 这个月感情方面 摩羯座 巨蟹座 还有处女座朋友 你们是强势族群 不但能够有机会脱单 恋爱 享受浪漫时光 更重要的是 像摩羯座跟处女座 如果你想要怀孕生子的话 是有机会的 而巨蟹座朋友 比较容易跟另外一半有金钱的往来 比方说合资合伙做生意 不过不一样的是 摩羯座现在的运势 有游黑翻红的状况 所以事业运势好的 可是处女座朋友 这个月工作压力会逐渐的增加 所以我们21号以后开始 要特别留心 是不是有判断错误 或者是出行出错的行刑 那么在巨蟹座方面 只要小心21号开始 有很多人可能会想要 影响你的决定 所以你要站稳脚步 在事业运势上面 则以牡羊座 金牛座 以及双鱼座的朋友为强势族群 牡羊座这个月 来到了一个辛苦有成收割的阶段 但是要小心 成功之后 就会有很多的诱惑出现 叫你要投机 那么这个时候 你得小心选择 而金牛座的朋友 这个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因为7日开始 火星进入金牛座 你现在的火力全开 所以特别想要独立自主 转化跑道 或是开拓新市场 但是要小心 21号开始 可能会有一些长辈主管 会想要试图影响你的决定 或是干扰你的计划 要有一些耐心会比较好 而双鱼座朋友 其实在2020年过得挺不错的 那在1月的时候呢 现在你正面临环境的变化 人事的调整 所以你要看清楚状况 准备呢顺势卡位哦 但是呢 这个要注意一点 就是有重要的秘密或消息 记得手口如瓶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财运 那么射手座 双子座 以及天秤座的朋友啊 在这个月是一个强势的族群 你们不但有赚钱的机会 同时呢 你有这个开源 节流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财务计划的可能性 不一样的事 射手座朋友 我提醒你哦 你最好呢 先以自己的事情为重 因为你很容易啊 参与别人的事情插手管理 最后呢 自己的事情也没有搞好啊 双子座朋友 在这个月 我会建议你 嗯 留一点现金在手上哦 因为你会有很多突如其来的花费 而天秤座的朋友啊 这个月要注意收支平衡 因为你真的是宠妻宠夫 宠小孩的达人 所以这个月 特别容易为身边的人花钱 在人际关系上面啊 受到火星进入金牛座的影响 所以呢 固定星座的朋友要注意咯 包括了金牛座 狮子座 天蝎座 以及水瓶座朋友 你们特别容易啊 跟父母啊 合作伙伴啊 情人啊 长辈啊 老板啊 有一些摩擦哦 压力是蛮大的 如果你能够正面看待 它会成为你进步的动力 但是 如果你就是看不顺眼 很想要吵架 那么这个月 也很容易有 冷战或死破脸的情形发生 那不同的是呢 在这个月 金牛座很容易啊 对很多事情 就会主动的出击 或者是看不顺眼 就会想要插手 但是 天蝎座呢 你比较敏感 你很容易感受到 别人是不是有什么敌意呀 或者想要挑衅你呀 所以 这两个星座 要小心让自己不开心 那么 试座朋友呢 在这个月 比较容易有来自工作上 或者是重要目标上面的一个挑战 所以 要选对合作伙伴 而水瓶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 口舌是非稍微多一点 我们小心一点哦 但是呢 你可能跟室友啦 房东啦 家人的摩擦也比较多啊 你要耐一点性子 同时 水瓶座朋友也可能有秘密恋情哦 总之这个星座 都是需要呢 开心的面对所有的问题 只要你能够正面的看待 都有转机的 最后要提醒大家 因为一月份三十号开始 就是水星逆行哦 那么 有重要的计划 好 建议大家最早 二十一号之前 最慢呢 二十四号之前 我们可以把它完成 这样会比较顺利 如果你是计划 返家过年 或者是 有什么出差啊 旅行的朋友 我也会建议你 提早准备 或者是呢 有一些新的备案哦 这样对你会比较好哦 总而言之呢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非常期待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月 我是苏菲亚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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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